有同學問到說為什麼這邊會用Range這邊用Sales 其實常常最多同學就會搞不清 其實我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如果我要取得的儲存格是固定的 像這個H2它不會變 它永遠都在這邊 那我就會用Range OK 那什麼時候會用Sales 因為Sales裡面主要是這兩個值 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這個會變動的話那你會發現我都會用Sales OK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前面這邊也用Sales 可以啊 只是說如果前面這邊把它改成Sales 你要怎麼寫 Sales應該也會啦 Sales 然後括弧 H2的話是先2 再豆點 然後 當然你也可以打 H是多少 B C D E F G H H是8 太麻煩 算了 就用H好了 OK 這樣也可以啦 只是說這樣的敘述 跟用Range的敘述 好像比起來的話 我自己啦 我自己是覺得 好像 並沒有 比較 直覺 所以有的時候是自己寫入的習慣 當然 你可不可以寫成這樣 可以沒有問題 另外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這邊可不可以用Range 其實也是可以喔 這邊如果要用Range 也可以 把它改成Range 只是說這邊要改Range的話 要怎麼改 Range 如果假設啦 如果用Range的話 那你就是要變A A的話 就是A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AND串接 一個I 然後後刮弧 這樣子寫 也是可以喔 OK 因為A 然後如果串2的話 不是A2 A2不是指這個 然後再來就變成3 那變A3 A4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只是說 好 就感覺怎麼 當然啊 以寫的習慣上來看 這樣子寫可以 可是比較容易寫錯啦 而且它是字串 你硬是要塞一個 數字給他 理論上喔 雖然可以 但是 我是覺得 比較不恰當 喔 所以喔 城市有 千篇萬號的寫法喔 不是說只能這樣寫喔 只是說 那你會問我說為什麼這樣寫 因為我習慣 那我要找出一個我自己習慣又不容易犯錯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OK 所以喔 你 同學會有同學問到這個問題 這個不是說 只能那樣寫或只能這樣寫啦 OK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本書 VBA的書 奇怪了 同樣的東西為什麼 不同的作者寫出來的表達結果居然會完全不一樣 而且差距這麼大 就像你們看我的程式喔 再去看別的書裡面寫的程式 你會覺得 這吳老師寫的真的太簡單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自己去看 我自己看我都覺得 我寫的還是比較容易懂 OK 而且有自己的Style 有些書很奇妙 可能前面的章節跟後面章節 寫的方法居然不一樣 不曉得是那個作者是 精神錯亂呢 還是說他可能 一時性期是習慣寫這樣 喜歡寫這樣 還是說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可能不同作者 共同創作的 也有可能 因為不同作者嘛 不同作者寫的方式呢 習慣呢也會不一樣 所以寫出來的程式呢也會不一樣 所以風格就迥異了 但是我建議啦 因為我個人習慣是我哪怕是哪別人的程式 參考 那我的習慣第一個 我一律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否則 我怎麼看怎麼覺得怪 怎麼看又怎麼覺得那不是我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你可不可以照著改 可以 沒有問題 前提就是說你要自己找出一個 你自己覺得寫得舒服 能夠理解 不會忘記的就是好方法 你不要寫錯 因為像這個程式的話一定要100分 寫錯一個字也都不行 這樣自然而然你會越寫愉愉快 好